如为法师 如为恋友 大家午安 阿弥陀佛 好 谢谢你在百忙中 也来继续听闻佛法 待会我们先诵经 因为今天要从下午一直上到晚上 我有很多要介绍的 而且今天要介绍恒顺众生院 这是普贤十大院里面呢 最深奥也最难修 菩萨生生世世要依这个 而成就无量的善巧方便波罗蜜 待会我们先诵经 诵经之前我推荐两本书 志光也可以记一下 第一本是尊贵的马来西亚 槟城竹摩长老 他有普贤十大院讲话 这本书非常好 我刚从槟城过来 我有问过他们 第一版已经映光了 最近为了纪念老和尚 百年的名算 名诞 就是说他是2002年2月往生的 所以现在往生已经10年 加上他再生 所以是100年 刚刚也举行了很多很多的活动 在槟城也有饭唱三会 我很高兴我也被邀请去参加了 非常的感动 明天我会放音乐给各位听 那这本书竹摩长老讲的 普贤十大院讲话 非常非常的好 因为他每一院呢 他是挑重点奖 比如说第一院 他把它归纳成为三个 或五个重点奖 当然跟相关经文里面有关的 他也有说 他并不像我这样 用一个一个字讲 所以我觉得他跟我们的生活 跟修行都能结合 虽然我知道这本书 结缘完了 没关系 智光你就打电话吧 每个人都打电话的时候 他就会重应 没关系 这本书我传下去 归音请过来 第二本呢 还有一个很了不起的 中国大陆 是由吉美彭厕法王 你传这边 待会这本书传这边 吉美彭厕法王的一个弟子叫 易熙彭厕勘部 因为这些书呢 都是最近才出 竹墨拉和尚的书呢 是最近我特别找到 所以很抱歉 有些新的书目 不一定在你的讲义里 不过以教学的角度来讲 那就是补充给各位 那这个 易熙彭厕勘部也很了不起 它是 就是吉美彭厕法王 吉美彭厕法王的弟子 在中国大陆 大家都知道 有四川五名佛学院 然后呢 它出了很多很多伟大的看部 尤其还有一个索达基看部 它们的中文跟藏文都非常好 但是它是全部的 普贤行愿品讲话 好消息是 这本是简体版 那 它有一个叫做 翻译一下下 它有一个类似于 显密圆融的佛教交流中心 然后网路上 当然这些也有电子党 假如各位年轻人 或是你习惯用电脑的 你其实也可以上网下载 它都有转成PDF党 不过电脑不要看太多 不然都会变成斗鸡眼的 电脑真的是很不好 像师傅这几年 电脑也不是 眼睛也不是很好 不过书籍的部分是很好 请传下去 那我有一个小小建议 书是浩瀚如海 然后呢 你读是读不完 但像这些书你应该精读 昨天第一天供养大宝法王的书 给各位 今天呢 推荐两本书 那我建议之光 可以拿一张纸 在门口登记 如果需要的话 由佛学会呢 一起请 那这些书都是免费的 因为是免费的 所以是十方众生的供养 所以请你好好珍惜 好 那今天 因为我们要从下午上到 两点半 上到五点半 然后再上晚上的课 所以我今天会开始教你禅修 然后我们先照惯例 首先先念普贤行变品 请翻开第一页 念到第四页 好 请合掌 三称华言会上佛菩萨完了以后 你就可以放掌 然后以前进的心 念这个普贤行变品 对自己跟对一切的众生 都有无量无边的利益 请合掌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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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向墨 享受 相遇的主意 皆如妙高 举我喜供养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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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生所有的赞 供养福 经过 主持 断 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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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生回向 众生及佛 道远将 依此圣口 得回向 无上 正法 皆 心 将 佛 法 及 曾 切 耳 地 融 动 色 如 识 无 量 共 得 海 波 尽 见 连 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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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 所有 众 生 生 口 以 见 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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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 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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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是南无大恒普贤普 萨南无大恒普贤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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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南无弥陀佛耶度大解度 萨南无大恒普贤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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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南无大恒 西丹佛比阿米里道比较难地阿米里道比较难度 切明尼切切那支度 南无阿米道佛耶道大千度耶道地 阿米里道波比利道西丹佛比阿米里道比较难地 阿米里道比较难地 切明尼切切那支度加利 沙坡珂 阿米 好 各位念得很好 请合掌跟我一起念三称本师圣号及开清记 一起念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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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称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阿弥陀佛 月香请到后面 把灯关掉留中间一排 谢谢 好 接下来我要教你禅修 若你看过DVD Part 1跟Part 2的人呢 你就会 这样就可以 谢谢 Part 1跟Part 2的人呢 你会看到师父有教你 那今天呢 昨天因为第一天 要给各位看九华山短片 所以比较忙 我从今天开始会教 至少教连续三四天 请专心听 严格说这个是应该在 禅期或禅修的时候教的 可是我觉得应该要教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待会你今天会看到 在恒顺众生宴里面 华严经有非常非常多深奥的意理 其中有一个最难懂的叫做 心 佛 众生 三无差别 你怎么知道 我跟狗 还有跟佛 三个是没有差别的呢 在表象上 我们的三个是不一样的 可是你要理解 这个的先决条件是心要不散乱 因此我觉得教各位禅修是很重要的 禅修有很多方法 有南传的禅法 也有大乘的禅法 也有金刚乘的禅法 所以你看 请看幻灯片 你说要老实念佛 很多人就念佛 怎么念呢 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 念下去 念到哪里去你也不知道 但你一心专注在念佛三昧的时候 心的力量很大 昨天给各位讲过一个阿安经的故事 佛陀对大蟒蛇说 心可以让你成佛 心可以让你作为畜生道 所以可见调伏你的心并不容易 因此你会听很多的经论 然后呢 你也会学很多不同的方法 所以止观是进入解脱门的关键 六都波罗蜜里面 东南亚很多佛教徒都会办很多活动 很多法会 都是说布施 词戒 忍入 精进 布施 词戒 忍入 精进 做大法会的时候呢 还都是人最多的 等到奖金的呢 大概少一半 再来禅修呢 就更少一半 可见啊 要真正修禅修啊 要有很好的福德因缘 也要有老师教 所以止观是很重要的 以前看二十四页 分开你们的讲义 二十四页 在这个 你自己静坐的时候呢 应该念这个祭颂 念三遍 这是文殊菩萨 亲自教 无着禅师的 若人静坐一须雨 甚召横沙 七宝塔 宝塔就静 翠围尘 一念尽兴 成正觉 有看到吗 二十四页 你们的讲义里面没有吗 有啊 等一下 对 二十四页 第八点 有看到吗 二十四页第二行 八 第八个重点 有看到吗 最上面 这个祭颂很重要 这是文殊菩萨教的 所以心意里 你自己在静坐的时候 你自己应该默念三遍 那你就会给你很大的鼓舞 告诉你 你在这里静坐 并没有浪费时间 接下来 看幻灯片 复习一下 应该自己观想 第一步 向虚空中佛菩萨的奇请 今天会教各位念 大悲观世音菩萨 明天开始 我会教你观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有观总相 也有别相 所以 请你专心听 第一个 你应该观想 向虚空中的佛菩萨奇请 说 佛菩萨轮回很苦 我真的很想处理 六道轮回 我不想再轮回了 所以你这样应该 虔诚地合掌 向佛菩萨奇请 第二 你就观想佛菩萨 就像太阳一样 会放光照着你 加持你自己 第三个 观想 佛菩萨放光加持你 以及照着一切的六道众生 这个是很重要的 举个例子 如果你现在断气的时候 一般人都是很痛苦的 前一阵子南怀经老先生过世 他走的时候也是坐着 我有很多伟大的西藏老师 他坐的是这样往生 而且呢 坐了以后三天 五天都是这样子 如如不动 到了第五天 他身体才倒下来 你想想看 我们呢 在这里讲堂 坐的时候 你都会觉得坐很久 很不舒服 我还没有叫你盘腿 可是回家打麻将 可以打三天三夜 可是你可以走动 可是真正呢 训练心很重要 所以你说一切的万法 归为一切为心造 那心怎么训练 就是要修止跟观啊 至于念佛 念经念咒 观想 这些都是方法 所以啊 我常常鼓励很多佛友说 生的时候匆匆忙忙啊 死的时候你也不会安详 你要训练自己 而且你当断气的时候呢 就像生命一个很大的打击一样 你真的能够心安定吗 这个就是真的讲功夫了 所以 我们真心如清净的莲花 但是他若不训练的话 我们的花是肮肮脏脏的 上面了很多灰尘 就像大殿的假花 干燥花 你会发觉一个月呢 干部若没清理 上面就是灰尘 对不对 所以啊 中国佛教徒啊 我常常鼓励啊 都喜欢般若 喜欢空性 都喜欢讲得很高 可是啊 真正修行啊 要从神秀大师讲的 时时情浮事 勿时惹尘埃 你一直修修 修到最后 你才来跟我讲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你现在讲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讲实话 没有用的 打你一个帮掌 你就会痛 你有我 对不对 被刀子一割了呢 你手还是会流血的 被蚊子一咬呢 你做呢 就坐不住的 所以不要讲太高的佛法 讲太高佛法 你只是节节远 听好 波尔波罗蜜是佛说的 那是为大菩萨说的 对不对 大家读心经读三遍 大悲作三遍 我常说一句话 无疑也好 总比没有念 可是事实上 你不会升起力量的 为什么 你的心很散乱 所以才要教你观想 坐在大宝莲花里 然后观想 观世音菩萨 因为观世音菩萨 当你想他的时候 任言经耳根能源 言通章讲 若众生心 义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你想观世音菩萨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也想你 可是你的心 若不再意念观世音菩萨的时候 你一定想什么 想孩子 讲家人 想工作 想一些杂七杂八的 所以想佛 注意听 不是执着 想佛是观佛三昧 跟观相三昧的一种方法 有些人有很喜欢跟师父辩 听听摩伯法师 凡所有相都是虚妄 若见诸相非相 即见如来 没有错 相是虚妄 那假如相是虚妄 我们大殿里 为什么要用木雕供佛像 应该把这尊佛像拿去 卖了吧 不 像有他的功德 你想观世音菩萨 有想观世音菩萨的功德 对不对 你可以想 百一大事 这张是商业经社 千首观音 你也可以想 新加坡佛辖寺的 六壁如意伦观音 你也许可以想 藏传佛教四壁观音 都可以 但是一个重点是 你的心要圆在一个地点 你圆在一个地点的话 你的心才会得定 但是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当你观想在 自己坐在大宝莲花里 或想佛像的时候 要观想全部是透明的 这点很重要 请写下来 自己坐在透明的莲花里 你可以观彩虹一般 身体是透明的 佛像也是透明的 所有的世界都是透明的 这就是直接你修了大寸空观 你不一定要透过 南传佛教讲的 所谓身受心法 那是一种方法 那是南传的策地 可是大寸的话 你可以直接观是彩虹的 那功德力呢 会跟般若波罗蜜相应 所以现在 背挺直 身体放松 然后我会放 观世音菩萨的圣号给你听 然后呢 然后给各位一个建议 就是假如你今天晚上回去的话 回去休息的时候 请这一两天 请你带一条108颗的念珠来 我会教你 因为接下来要讲 普贤十大院跟净土的关系 我就会多教你一些念佛法门 当然你若专门要听 阿弥陀佛四十八大院 请你也可以上网 我也在新加坡 宽祭念佛堂 花了十四天 把阿弥陀四十八大院 全部讲完 里面也有教禅观 那讲得更详细 所以你看到我今天 放了这张图吗 释迦牟尼佛夜赌明星 佛陀昼夜的心 都在禅定当中 不像我们的心都很散乱 你看所有的佛像雕像 都是盘坐下 智光好像没有开 对不起 麻烦你确认一下 好 没关系 这是我所有听到佛号里最庄严的 以韩国潮动中的方法 因为它会让你的心比较定 好 请背停止 身体放手 第一步请牵合掌 观想虚空中 有两三层楼一样的 大悲观世音菩萨 带自己和一切众生 向观音菩萨提前 观音菩萨 加持我吧 救助我吧 轮回横幅 我真的想成佛度众生 先升起 两三秒钟 观想虚空中的观世音菩萨 你也可以观白衣大士 好 请放着 我现在背停止 身体放松 眼睛不要全闭 打开一半 听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你心里不用急着去念佛 你就用听 听 不散乱 专注地听佛号 也是禅修 想想 想想 轮回有无量无边的众生 就像 金山柔佛旁边的大海里 云云无量的众生 都在轮回的大海里 静坐几分钟 那无关世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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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观想 观世音菩萨 就像中午的太阳一样 放着金色的光芒 遍照三千大千世界 从你的头顶 喉咙 到内脏 一直到脚底 全身都充满了 金色的光芒 这样观想 那无关世音菩萨 要睡着的话 眼睛请眨一眨 看一下幻灯片 那无关世音菩萨 天菩萨 听菩萨 南无关世音菩萨 大难 某看事 饮不彩 难无幻世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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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念头还是忘念很多 心乱乱的 一半一半的请举手 你觉得你一做的时候 本来还很宁静 一听的时候心更乱的请举手 好 没关系 其实都很好 这个就是禅修的经验 就像昨天所说的 我们修行就像 学游泳一样 假如你上了很多的课 你听了很多理论 可是你就从来没有勇气 跳下水去喝过一口水的话 那你永远不知道 什么叫做游泳的滋味 那当然在游泳当中 有时候你游得很好 你就觉得我游得很开心 今天可以游半小时跟一小时 但是有时候你会发现 就算你很熟练 偶尔也是会呛到水的 所以挺好请写下来 修行里一定会经历过 好的经验跟不好的经验 好的经验跟不好的经验 都会成为你修行上的 助到的真上缘 不要有心里期盼说 我一定一修啊 都是好的 那不可能 一定也会经历过不好的经验 举个例子 就像洗一个很久没有洗的玻璃瓶 很脏很臭 你放了两三年都没有洗 你刚才洗刷 然后在洗那个脚的地方 你可能污垢那样刷子去刷 刷那倒出来的水 哎呀 臭死了 所以经历不好的经验 也是很好的禅修 因为好的经验跟不好的经验 答案它都是究竟空性的 以后我会讲 好 请开灯 我们现在继续 按照昨天的经文 请看 第29页 29页 常随佛学院 请看第29页 第20行 昨天我只是讲了一部分 我们为什么要常随佛学呢 是要对峙自己 对峙自己 追逐五欲六成的毛病 我刚才说嘛 你不想佛菩萨的时候 你都是想世间乱七八糟的东西多 在29页第20行 而且 你就会像残宝宝一样 自遭残伏病 你有看过残宝宝吗 马来西亚也有残啊 他吐丝 他自己把自己包起来 等到他成熟的时候 谁帮他剪啊 不是外面人剪 外面人剪的话 他会死掉的 太早剪他会死掉 太晚剪了他也出不来 结果呢 残宝宝 当他时间成熟的时候 谁 他自己锋利的牙齿把它剪掉 剪掉以后呢 那个熔破掉了 它就飞出来 就变成呢 很漂亮的鹅或蝴蝶 你看 鹅跟蝴蝶的时候啊 是很美的 对不对 可是残宝宝是很丑的 所以 请问 美丽的东西是从哪里来呢 是从丑陋的当中磨练出来的 我再讲一遍 美丽庄严的东西从哪里来 不是天上掉下来 他是从肮脏跟丑陋的当中去磨练出来的 同样 我们成佛很尊贵很庄严 真正佛从哪里来 是从众生修来的 所以 玄庄大师曾经说 圣贤生啊 也是从凡夫生修来的 所以各位不要去害怕 说哎呀我烦恼很多 我贪嗔痴很强 我脾气很不好 我欲望很重 答案是你真正用功 你才会经历过这些经验 好 请看下面 如果你常随佛学 就会获得理智清静意 一般人都跟谁学啊 都是跟坏朋友学 现在呢 以前古代呢 都是跟老师跟父母 现在年轻人呢 都不太听父母的 老师呢 讲他不高兴呢 他还要拿刀子捅他 现在呢 年轻人真的影响他最大是谁 其实是朋友 所以你在选择朋友的时候 是很重要的 那在无上的菩提大道里面 你为了怕迷失 跟谁最好学呢 跟佛 连大菩萨都要跟佛学 所以请看这个幻灯片 也是讲义29页第21行 回向菩提 好 现在讲三种回向 回是转过来 向是趋向一个方向 那第八院 常随佛学院 叫回因向果 回我因地的修行 而回向无上的佛果 回向无上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所以成就自己修行的功德 叫做佛道无上誓愿成 接下来你再跳过来 再看三十二页 第十八行 第九恒顺众生院 叫做回向众生 回自向他 回自己的功德给一切的众生 这是众生无边誓愿度 好 再跳过来 第三十五页 第十六行 回向实际 又叫做回世向理 回我世向所有一切的修实 回向真如本性的 金刚经讲的 真如本性的实向理体 这叫回向实际 注意这三个很重要 请做个记号 在佛学院考试的时候 这一条是一并考的 请问华炎经讲三种回向 回向什么 第一个回向什么 回向菩提 第二个回向众生 第三个回向实际 那回向菩提又叫回因向果 回向众生又叫回自向他 回向实际又叫做回世向理 我先提 后面我还会再总结 帮你复习 先看这一院 因为常随佛学院 就是我发愿 生生世世佛道无上誓愿成 尤其你在帮助众生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今天要帮助你的太太 先生小孩 或你亲朋好友 你的好朋友 他有很多很多的困难 对不对 然后你想帮他 可是你觉得物质的帮他是有限的 精神的鼓励呢 有时候有效 有时候没效 有时候你想用佛法劝他 他很固执 他就是不要接受 那你觉得你明明看到他的问题很苦 可是你想帮他 可是他却很固执不接受 师父在国外念书的时候 也有很多外国朋友 他的心很好 他也会想学禅修 但他会跟我讲说 Don't talk about the religion to me I don't like it religion is very complicated I don't need that 他意思是说 就说宗教是很复杂的 你不要跟我讲宗教 为什么 因为他看到全世界宗教 都是在斗争的 战争的 还有相互误会的 然后到他庙里来 回到教堂呢 他觉得学宗教 第一个都是要钱的 那他听到的都是骗财神明十岁的 我就笑一笑 我说错了 全世界里面有很多好老师 但是也有坏老师啊 对不对 所以要度别人并不容易 所以写佛道无上誓愿成 请做个记号 到学佛呢 你会最后觉悟到呢 我发愿要度众生 但要随缘度众生 最后自己先得成佛 就像呢 你想要当老师 你想想在小学 中学高中教书 最后你会发觉呢 你要先呢 大学毕业 或考到教育文凭吧 你没有教育的certificate 你重视想要教人家 人家都不承认 而且人家会怀疑你的能力 甚至人家会挑战你跟毁谤你 所以佛道无上誓愿成 是最后你要精进努力的最终方向 请看经文 普贤行愿品 说 如此娑婆世界 毗如遮纳如来 待会会讲 对不对 从出发心 精进不退 以不可说不可说的生命都在布施 而且书写经典 基于像须弥山这样广大 目的是什么 请画起来 为众法固 佛法生三宝 注意听 有时候他解释角度不同 有时候他告诉你佛很重要 比如说像刚才师父教你念观世音菩萨 你烦恼来的时候 你要求观世音菩萨 你还是求啊 佛的力量大悲心广大无边 第二个 在日常生活中 你会发觉要调伏你的烦恼 除了你每天要拜佛之外 你每天要读经 诵经 还有听佛法 所以法在你身上产生力量 就像小学生或学生 为什么每天要去学校读书 他可以学到新的知识 新的概念 同样法也是这样 第三个 身就是你要清净 如理如法的善知识 你有时候会觉得 碰到困难的时候 假如朋友给你一下鼓励呢 那也是很大的功德的 可是哪 可是啊 有时候呢 朋友的鼓励给你只是暂时的 最后你还是要靠自己努力 所以翻回讲义第二十二页 广修供养院有这七种供养 七种供养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第一个 如说修行供养 第二 最后一个 不理菩提心供养 因为Pathasuri 我有时候会复习前面的 找得到吗 有吗 二十二页第十一行 善男子诸供养中法供养罪 有七种供养 对不对 这种供养你会发现 不是物质的供养 你没有钱 一样可以如说修行的 你没有钱一样可以念阿弥陀佛 你不会说阿弥陀佛也不会因为你说 你是穷人 你也念阿弥陀佛 他就不理你 不会的 好 再跳回讲义 好 现在看二十九页 二十九页第二十五行第二点 所以举个例子 念佛人就应该以阿弥陀佛做老师 作为你自己一生根本学习的老师 则你一生成佛的因缘会比较容易具足 若你修观音法门 那你就以观世音菩萨做你的老师 你说地藏菩萨 你修地藏法门 就以地藏法门做你的老师 若你修药师经 就以药师经做你的修持法门 以药师佛做你的老师 请看三十页 大慈菩萨云 大慈菩萨就是谁 写在旁边是弥勒菩萨 他是慈心三昧 又称为大慈菩萨 那弥勒菩萨现在就在兜率念院 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以后 他会降到地球 也就是菩提加也经过几次的地球核爆炸以后 地球会继续形成同样 那是印度的正中心点 那时候叫龙华三会 树比现在的菩提树更广大无边 地点是一样的 那弥勒菩萨他发愿很多 他也发十方三是佛 阿弥陀第一 九品度众生 威得无穷极 再看《无量寿经》里面 当释迦牟尼佛讲《无量寿经》的时候 与会大众讲到第十品 阿舍王子与五百诈党者子站起来发愿 令我做佛的时候也如阿弥陀佛 所以你应当发愿效法佛陀 接下来在三十页下面 第四心愿行解西同诸佛 待会我会讲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佛教徒 嘴巴念阿弥陀佛 心不太像阿弥陀佛 嘴巴念大悲观世音菩萨 心里还是很自私很狡猾很奸诈 那只是嘴像佛 心不像佛 我们讲念佛 你看那个念字 现在你的念头 要变成是佛 当然中国的念佛还加一个口 口那是从持名念佛 可是真正的念佛是不只有 只有口而已 是心要念 要去学习 好 接下来再看定中见佛 这是今天讲得很重要的 请看定中见佛 请看三十页第五行第三个重点 定中见佛是大乘禅观中很重要的课题 简单的说 当时我边讲义 其实是边四个 那其实光这个主题 就可以演讲三天 或做一个博士论文 我简单讲 首先 从阿罕经跟中观学派 他会讲 见缘起即见法 见法即见佛 请你在瓜谷 这里的法是指法身佛 佛有法报化三身 法身的佛 我们现在看到 看大殿的佛像 这个木雕叫化身佛 造像 这个见法即见佛 是讲圣意地而说 你真正能够体会到 佛讲的四圣地 十二元起八正道 对不对 乃至于六度波罗蜜 华严经的十地 你见到了 圆起信空的教法 就等于你见了法 见了法 就指见佛 好 朱里这里的见 把它画起来 见有好几个见 是眼睛见呢 还是心理见呢 我们人家有心眼 我们有时候会觉得 哎呀 这个人很小心眼 小心眼在哪里 不是指这个眼睛 这个器官上 organ的眼睛是眼珠 在印度教里面 两个眼睛的中间 有一个第三只眼 对不对 叫智慧之眼 你说这个人很小心眼 是什么 这个人的心性很复杂 Somebody's personality is very complicated 这个人的个性很复杂 可是你抓不到小心眼 那是指他个性显现的功能 那各位读过《金刚经》 佛眼五眼圆明 知道吗 第一个肉眼 第二个什么 天眼 还有法眼 慧眼 跟佛眼 对不对 大家好像很多人都没反应 你不是在念金刚经吗 念一念就还给佛了 第一个肉眼 第二个天眼 第三个慧眼 第四个法眼 第五个佛眼 佛是五个眼睛叫五眼圆明 第一个肉眼 就是我们凡夫的器官 第二个天眼 假如你像阿罗汉你修的呢 有天眼通 他坐在这里就可以看到 新加坡Gelang发生什么事 不过也不要看得太清楚啊 所以你说有天眼通好吗 不一定 你坐在这里呢 没有时间跟空间的距离 尤其是没有空间距离 假如我坐在这边就有天眼 对不对 会有天眼通 我坐在这边就听到商业经济的干部呢 还在后面说师父的坏话 那你不是很烦恼吗 你每天坐在那边滴滴嘟嘟嘟 很多人都在讲你的坏话 然后在你前面都是讲好话 表里不如一 那你很烦恼 所以不要羡慕神通 你以为有神通很好吗 烦恼会更多的 假如你没有很坚固的界定会 菩萨的神通是为了度一度众生的 他的心是清净的 佛有肉眼天眼 阿罗汉有天眼 慧眼就是有智慧 像菩萨都有智慧 第四个法眼叫正法眼障 神通开悟里面也有正法眼障 当然菩萨也是有慧眼法眼 最后只有佛眼 佛可以看到过去 现在 未来 无量无边的结 阿罗汉一般只有看你五百世 你这个人来 他看你前五百世 后五百世 前五百零一世 你要去问菩萨 知道吗 所以这里讲见法及见佛 这里心见法是心了解法的真理 然后呢 什么叫见佛呢 且在旁边是心眼见到佛的真理 这里见佛不是指肉眼 待会我后面会跟你讲 有些人是眼睛肉眼看到阿弥陀佛 有人是在打坐的时候 他眼睛闭着心眼见阿弥陀佛 所以 中国字一字有很多义 他有不同层次 第二个 再看 净土中来讲 见佛可以分为四种 至少分为五种 其实详细分还是有很多种 待会我会给你看图片 我先讲讲教义 第一个 梦中见佛 好 我调查一样 梦中呢 你见过观世音菩萨的画像 或雕像 你梦过观世音菩萨的景举手 对 表示佛法是真的 梦过地藏菩萨的景举手 是不是有梦过 梦过阿弥陀佛的景举手 没有 梦过其他佛菩萨的景举手 对 我昨天也讲啊 对不对 一个年轻人 对不对 他就梦到阿弥陀佛叫他起床 那个不是幻境 所以见佛要有条件 第一个是梦中会见佛 但是梦中见佛的先觉条件有几个 第一个 心要很清净 假如你在睡觉之前讲了话 或跟夫妻吵了架 心很乱的话 你做梦的时候就忘念很多 就很多梦 你也翻过来翻过去睡得不好 第二个 B 定中见佛 定中见佛是指什么呢 是指在禅定之中 好 请看幻灯片 我解释一下 定中见佛的时候 注意听 是应该像看镜子一样 一下子就看到佛 可是我现在给你放教学 因为幻灯片嘛 一二三 你会觉得有瞬息 举个例子 待会你去上厕所 男生跟女生上个厕所的时候 对不对 你照镜子你不会说 像那电脑一样 先跑出个额头 然后两个眼睛再调一下 再跑出眼睛 再来鼻子 再来嘴巴 然后一下子 你才看到整个脸 那假如这样的话 你会被吓到的 我们看镜子的时候 一看的时候 整个脸就出现 见佛也是这样 知道吗 他是没有次序的 你见佛的时候 阿弥陀佛 你可能会刚开始 看得不太清楚 慢慢慢慢清楚 没错 这是讲清晰度 我现在讲佛出现的时候 是一次就出现 他不会像我们电脑一样 停革 佛阿弥陀佛 我先头跑出来 再眼睛跑出来 然后呢 再鼻子跑出来 再嘴巴跑出来 那你会不会吓到的 先看一下幻灯片 呃 这个 就是比A4的这个值大一点 好 先看 当你看到太阳的时候 在定中的时候 你会看到太阳 就像西方的太阳 一刹那之间 佛就出现了 清净心当中 才能见佛 所以 有禅定的人 他心一定是清净 有人跟你说 他有神通 可是他的行为 却呢 还不守戒定会 那是有问题的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